两个阿富汗姑娘在树上摘杏子,准备制作杏杆,杏杆是维生素A以及铁和糖的良好来源,在杏子丰富的地方,加工杏杆可以为阿富汗农民提供宝贵的创收机会。 当地人采摘杏子比较传统,通过摇晃树枝让杏子落到地上,目前许多国家很常见的做法是摇晃树木,让果实落到地上,这样容易导致果实受损、淤伤和脏污。 要制作高质量的杏杆,需要保持杏子表面完整无破损,因此不鼓励这种方式,最好的收获方法就是上述一个一个的去摘。 手工采摘,并小心地把杏子放入篮子中,篮子也应该保持干净。 为了获得最优质的杏杆产品,杏子应该在表皮较为坚硬的时候去摘,摘好杏子后用清水清洗一遍,瀝干水分,然后把杏子一分为二,并取出里面的果核。 果核,果核留着备用制作杏仁。杏子的干燥方法多种多样,从简单的太阳干燥到大型人工干燥机。 阿富汗农村传统的杏子晒干方法是将杏子去皮,把杏核和果肉分离出来,把杏核破壳制成杏仁,把杏子果肉放在平坦的岩石或地面上晾晒。 大约六到九天左右,杏子果肉就会变成一种干果,看上去具有不均匀的深棕色和坚韧的质地。 此时杏干就算制作好了。 人工干燥杏杏的时候,往往会添加二氧化硫将防止杏子鹤变,或者添加胶亚硫酸氢钠可以帮助保持颜色。 但是现在许多人更喜欢味精防腐剂处理的水果的味道。 因此,当地人还是习惯手工晾晒杏杏杆,利用太阳晒杆产生的杏杆,比人工干燥的杏杆香味更浓。 这种方式看起来简单,但实际上不容易操作,经验不足,容易让杏杆发霉。 比如干燥过程耗时太长,会导致杏杆内部发生霉变反应。 还有使用过度成熟的杏子,也会造成杏杆发霉。 因此,制作杏杆的时候,不仅需要挑选出硬度合适的杏子,还需要把杏子切成薄片以加快干燥过程。 杏子对于当地人来说,不仅仅是一种水果,还是一种经济作物。 他们已经在阿富汗形成了杏子杏杆杏人一整条产业链。